乳癌是国人女性当中最常见的癌症 每年估计会有7500人确诊 其中因此死亡的人数更高达了1600人 为了守护花莲妇女的健康 花莲慈激医院31号的下午 是正式的成立了乳房医学中心 希望能够提供妇女朋友 更方便友善的就医环境 1 2 3 请节目 为了提供妇女朋友方便友善的就医环境 花莲慈激医院乳房医学中心 31号下午正式揭牌 这里特别采取独立的整合式空间 也提供精确的诊断和完备的医疗咨询 你出诊来他一天 不管你从什么地方来 当天就可以完成这样子的诊断 是不是良性恶性 而且这边做的诊断 一定是用最好的工具 大概所有做乳房摄影的各种工具 包括超音波 包括MRI 包括这样子的 一般的MAMO 这样子的一个工具都有 做起来又舒适 然后又快速 然后又精准 所以应该马上就可以判断 到底是良性恶性的 而且所有的医疗团队中西医都在 我们西医 包括整型外科 除了乳房医学的专业以外 有整型外科 另外诊断 所有的诊断的合医 还有影像医学的 后续的放射线的治疗或是化疗 或是要营养或是要中医 所有的都有都进来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这个中西医一个整合的团队 所以来到这里呢 所有的乳房不管是良性恶性的等等的 都可以走到最好的解决 华林县卫生局长朱家翔表示 从临床数据来看 有许多花东地区乳癌患者在确诊时 都属于比较晚期的状况 加上很多人对于乳房摄影检查 感到恐惧害怕 现在华林慈禧医院规划独立隐私的空间 相信对于乳癌病友 其可能罹患乳癌的民众来说 会有很大的帮助 乳癌仍然是我们女性 最常发生的癌症之一 那乳癌其实到目前为止 对于它的治疗的预后 都是比较好的 跟过去的十几年来相比 有很长足的进步 但是它仍然有个条件 希望能够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那我们在花莲的地区 那乳癌的死亡率 其实或是它被发现之后的 这个奇数都是比较晚期的 所以我们如何在前端 把这个筛检做好 让我们的妇女们 能够提早诊断 提早治疗 对于我们的乳房治疗的预后 才会比较有正面的影响 所以其实乳医中心的成立 尤其是今天它用一站式的方式 那所有的在我们在社区端 筛检出来的这些癌症的 有怀疑有乳癌的妇女 一旦来到慈激的这个乳医中心之后 能用一站式的方式 很精准的很方便的 让我们的妇女能够 快速做检查做诊断做治疗 对于这个未来的预后 是有很大的帮助 此期医院乳房医学中心 规划出一站式的就诊流程 包括门诊影像检查切片等项目 都可以在看诊当天完成 免去多次来回医院的状况 让病患在当天就可以完成检查 并听取报告 借由跨科部跨领域的 整合医疗团队 期盼可以让东部的妇女朋友 更方便就医 提高就诊率 进而早期诊断 精准治疗降低死亡率 让乳癌病友 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借徐力群华联市报道